约尔书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领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 老年人啊 你们要听这话 这地所有的居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在你们祖先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把这事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剪虫剩下的 蝗虫吃了 蝗虫剩下的 男子吃了 男子剩下的 马扎吃了 酒醉的人啊 你们要醒过来 要哀哭 所有嗜酒的人啊 你们都要为甜酒哀嚎 因为甜酒从你们的口里断绝了 因为有一名上来侵犯我的国土 他们强大又无数 他们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他们有母狮的大牙 他们使我的葡萄树荒凉 折断了我的五花果树 把树皮剥尽 丢在一旁 使枝条漏白 你们要哀嚎 像少女要树麻布 为她幼年时许配的丈夫哀嚎一样 宿祭和奠祭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断绝了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被爱 田野荒废 土地凄凉 因为五谷毁坏 心旧干节 油也缺乏 农夫啊 你们要为大麦和小麦羞愧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要哀嚎 因为田津的庄稼都破坏了 葡萄树枯干 五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田野所有的树木都枯干 因此 欢乐从人间消失了 祭司啊 你们要腰树麻布 并且痛哭 在祭坛事后的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的神的 你们披上麻布进去过夜吧 因为素季和奠季 都从你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 你们要把进食的日子 分别为圣 召开严肃会 聚集众长老 和国中所有的居民 到你们的神耶和华的殿里 向耶和华呼求 哀哉那日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那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 粮食不是在我们的眼前 断绝了吗 欢喜与快乐 不是从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谷种在土块底下朽烂 仓库荒凉 谷仓破烂被拆毁 因为五谷都枯干了 牲畜发出哀鸣 牛群到处流荡 因为没有草场给他们 羊群也同样受苦 耶和华 我向你呼求 因为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 火焰烧尽了田间所有的树木 田野的走兽也向你发喘 因为溪水都干涸了 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 烧尽 原来可以确语 状